国产车普腾公司近几年蒙受庞大亏损 拖累多元重工集团 进而必须转向政府求助 国际贸易级工业部长拿督斯利穆斯达法 开出四大条件 强调只有对方同意当局的要求 政府才会敞开谈判大门 穆斯达法今天发文告声明 普腾公司必须立刻确定外资伙伴 并且确保公司有专业的行政管理 不受到任何势力干预 此外也必须采取应对措施 确保普腾能够保持长期的竞争能力 普腾自1983年以来 就接受政府各种形式的援助 前后达到139亿令吉 但穆斯达法强调 政府会慎重考虑普腾申请额外资金的要求 因为资金源自人民的血汗钱